寒诗不排 痰诗不尽 三个忠诚要驱寒除诗 赶走你全身上下的痰 寒诗不解决 这痰诗是除不尽的 因为寒诗为阴邪不仅会阻恶阳气的生成 还会阻碍气血金叶的运行 金叶聚集在一起后会形成所谓的瘾 而这个瘾得温则行 欲寒则聚集成痰 所以如果寒诗不解决 阳气虚弱的情况下 体内就会源源不断的生成痰 不过大家要明白 寒诗虽然会阻碍体内阳气生发 但在阳气冲突的情况下 也是会蒸发驱散的 这就好像水深见到太阳就会被蒸发一样 所以在我们体内寒诗不严重的情况下 舌头伸出来只是单纯有些滑湿 看上去好像挂了一层水 并没有出现舌苔厚腻白腻明显 或者是齿痕严重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参考些补阳生阳的中成药 把体内的阳气补上去 就可以很好的驱散寒湿 杜绝痰瘾了 那有两个常见的中成药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考一下 首先就是肤子里中丸 负责脾胃虚寒的 可以补充脾胃阳气 对那些脾胃阳虚经常出现脾胃不适 比如腐胀 腐痛 不消化等情况 还伴随着小腐发凉 不敢喝凉水 手脚发凉怕冷的人 可以参考这个药条理 那如果主要是腰酸 腰痛 腰和下肢 膝盖发凉明显 甚至是一些咽尿变多的情况明显时 通常就属于肾阳虚 可以参考贵福帝皇玩 同理 如果上述情况都出现 那就多为脾肾阳虚 可以参考贵福里中玩 这些只适合寒湿不严重的人 如果体内寒湿 痰湿严重 舌胎是白腻 发厚 齿痕明显的 就不适应这个调理思路了 因为痰湿过重的情况下 光去补羊效果不明显 这就好像冰块太厚 除了太阳也化不完一样 甚至严重点 药效在我们体内堆积还会出现上活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体内寒湿重 舌胎厚腻 齿痕明显 那最好是根据自身情况 先用化痰湿的中程药调理一段时间再去补羊 杜绝痰饮二次生成 或者是化痰补羊同时进行 就比如肺阳虚后出现的痰液 可以参考小青龙颗粒调理 另外如果痰湿影响血液运行 导致体内出现淤血 舌头伸出来舌下青筋明显 舌面有淤斑淤点的 这种还需要搭配化淤的药一起调理 所以对一些情况复杂 并且还弄不清楚自身情况的人 我建议最好线下到附近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自己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